可是这里也除称死 也许是顺序上面的见惑而来吧 如果是大圣佛法里面像为师 他就没有除称死的 因为他是连这个种子都要去掉的 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除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不像前面的八十八十啊 如果有一个烦恼除掉 那就去掉一种 情况不一样 这里分九瓶是不论他的这个烦恼的种类有多少 只是总和起来分为九瓶而已 所以这个上八地各有九瓶 那么九九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就成为八十一瓶的私货 我们平常常讲的所谓见惑八十八十 私货八十一瓶 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这些名像啊 如果把它拢清楚了 三界内的见识货 大致就明白了 关于这个识货呀 他还有很多的义名 除了叫做识货 叫做修货之外 还有叫做戒戏斯 三界内众生都被他残伏住了 戒戒户 三界内的众生如果有这个私货 就被他绑得很紧 好像用绳子啊 绑得紧紧的 戒户的很紧 就没有办法超出 所以叫做戒戏斯 私货还有一个义名啊 那叫做迷思思 迷思思 就是迷思 以四项上 生起迷惑的这种烦恼 对四项上 就是五层境界 生起迷惑的这种烦恼 比如说看到好的 你会起贪心 看到你不喜欢的 你会动撑恨心 也不也不喜欢 也不证悟 那么取这个愚痴心 无所明了之心 那么贪嗔痴慢等 这些烦恼 都是属于三界内的烦恼 四项上 就是对五层境 五根对五层的这个五层境 这些四项 由迷惑而起的烦恼 所以叫做迷思思 对着这个见惑呀 叫做迷离货 迷离见 这就叫做迷思思 迷思之货 思货又叫做正三毒 正三毒 贪嗔痴叫做三毒吗 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就是众生心中最毒的烦恼 贪嗔痴三毒 世间有人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打死一个毒蛇呀 胜过吃三年 我平常不会听到这些话 现在好像很少听到了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不必吃素了 找蛇打好了 你要吃三十年 找十个毒蛇打死了 不就三十年了吗 那你可以尽量的吃肉 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打死外边的蛇 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呀 他就误会 以为是打外边的蛇 所以我从前在山上啊 那些做工的人 他不懂这个道理 我这个书家人说 这个蛇不能打 他说没关系呀 打一位毒蛇 就胜过你夹三 你等三 那么他就尽量打 他又不吃素 他就打了 打蛇当吃素 这真好笑的事情 他不知道这个蛇呀 就在心中 就在心中 贪嗔痴是镇三毒 哦这个毒啊 比这个毒蛇还毒了 毒蛇被咬啊 只是当身这个身体死掉而已 我们众生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 他咬你近未来近 从无量接来 就是被他咬住了 一直到现在 也是这个毒蛇跟在身边了 你们有没有带来啊 查查看 哦心里面有没有这个贪嗔痴的毒蛇 这个贪嗔痴的毒蛇 就最毒的 比这个任何毒的都毒 所以叫做镇三毒 贪嗔痴三毒 哦 那么因此这个贱私货的私货里面的这个贪嗔痴 就叫做镇三毒 嗯 那么一名还有很多 现在不必细讲了 啊 这就是私货 必定要把私货弹除啊 才能超出三件 啊 私货不除 没有办法超出三件 这个断剑私货怎么断法 等到后边呢 讲啊这个三圣圣国的这个修行次第的时候 讲到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到那个地方再配合起来讲 这里不必提早 现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剑私货的名乡啊 先说清楚 明白这个剑私货的名乡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个后边呢 这个后边呢 有说明这个修行的次第啊 怎么样子修行断货 那么后边有说明 等到后文再说了啊 啊 到这里为止 就是把这个别式建私啊 烈士别式下面的第三届民宿啊 这个建货说完 然后说私货私货也说完了 私货不细分 如果你要细分的话 这个课本里面有科判 对对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大致相同的 就不必再分啊 文字要前后连贯了 像这类文字也不必分得太细了 假如是再把科判分得再细的话 有没有办法这个把它连贯起来 要是这个文字连贯了 这类科判可以重略的啊 那么自己研究的时候 也可以对照上面的科呀 对照起来说明就可以明白了 那么到这里为止 别式建私说完 极地下第二极地下第二段 别式建私说完啊 极地有三科 第三解归极地 第三就是总结啊 总结上文 归于极地的道理 到这里说完 那么下面最后有一行文字 上来见私不同 总是藏教时有极地 这就是极地下第三科 解归极地 解归极地啊 总结上文啊 上来就指上面所说的这个极地 建私货 虽然有建货跟私货的不同 总是藏教时有极地 总合起来啊 他就是属于藏教的教理之下 所说的极地之离 就是极地的货 有极地之离 藏教的根心啊 都认为这些都是实在的 都是石有的 就叫做生灭之地啊 生灭之地 他就只为石有 认为实在有啊 所以叫做石有极地 关于这个建私阔的 其他还有好多这个义名啊 例如说三节啊 五上奋节 五下奋节等等 这些名项啊 呃 现在不说了 说了他会搞乱啊 也从略 这些义名啊 不必细讲啊 我们只是看着这个正文讲啊 只看私教业的正文讲 比较方便一点 假如你要看住节的话 那就麻烦了 看住节就麻烦了 关于这个私教业的住节 从宋朝以后一直到现在 有好几家 最有名的 是私教与极住 天台私教与极住 分为史卷 那么这个极住啊 是可以说最详细的 但是有好多名项啊 都没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到了清朝末 那么有一部叫做 私教与柱 会补 辅逢记 那最详细的 那文字最多 它里面所有 有把这个私教业的解释的 所有的名项 通通汇进去 正面的反面的 或者是不同的见解 都汇进去 一大一大堆 原来的木板古书 就是这么一大堆 看起来就头痛了 所以这个天台中的佛学院 他们三年只是讲这一本书 三年 下三年功夫 只是这么一本 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啊 你看那个注解 就是这么一大堆啊 但是比一部法 法弦义还要多 所以 在这个天台家 他入门呢 就是把这个天台的 这个天台私教仪 把它先研究好 然后 你自己就可以自修了 假如这个入门书没有学好 那天台的教理你不懂 看起来就很困难了 所以他在天台中的入门呢 福学院里面都是先讲这一本 可是现在普通一般福学院 没有这么细讲 也只是说一个大概 这些名相看起来是很累人的 很辛苦 所以有些弘扬念佛法门的 大的门 他就说 不必那么麻烦了 那么辛苦了 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 了生死只要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统统不必 这个话 似是而非 听起来是有道理 对呀 我们要了生死 六字弘明就够了 好好地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不就行了吗 何必那么啰嗦 学那么多 这个勇家大师说的 入海算杀徒字困 何必入海算杀你 何必专顾物质呢 好像是不必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释迦牟尼佛 他说法四十九年了 那也白说了 何必说那么四十九年了 他在菩提说下成佛了 就那么阿弥陀佛 好了 入命 就可以入念盘了 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嘛 何必辛辛苦苦说了四十九年 那么啰嗦 可是释迦牟尼佛 他结果他还是说了四十九年 而且阿弥陀佛到最后才说呢 开头还没说呢 到了晚年才说 那么因此之故啊 就是念佛的这个 镜头中的祖师 善导大师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 他也说 他说如果越界方面来说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如果越节奖啊 没有一个法门不该学的 因为菩萨的四红寺院里面 就是法门无量寺院学嘛 你口不能忘掉这一句话呀 四红寺院记得吗 邱家人天天都在念 如果是放蒙山啊 在蒙山里面有四红寺院啊 众生无边寺院度 反倒无尽寺院断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那么如果在解方面来说 法门无量寺院学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只要是佛法都在学 不但是要修学佛法 就是外道的教典也在学 为什么 做弘法的工具呀 做弘法的参考啊 知己知悲 百战百胜 你只知道自己 不知道别人 那你怎么能够对付别人呢 那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辩驳呀 说要知己知悲 不但是要学佛 把佛法通通学进 而且也要学其他的宗教 乃至其他的学问 诗说诗见一切法 无不当学 都在学 所以在解方面来说 没有一样不该学的 那么修行当然有一门深入了 修行是该一门深入 并不是说 你今天来听诗教语 那你一天到晚 就是见诗祸 见诗祸 其他都不要了 也不是这样啊 我们这里是在研究教理 研究教理 那么在修行里 你念你的阿弥陀佛 照样念 老年人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快要到这个日落西山的境界了 假如你还是教他 还是这样子研究教理的话 他时间不够 只好老是念佛 他如果不好好的念佛的话 这个要往生了怎么办呢 所以因为无论如何年纪大的人 七八十岁以上 他总是觉得这个住在世间的时间是总是不多了 不能不下功夫 这是应当的 可是如果年轻人也动这个脑筋 阿弥陀佛就够了 什么都不要了 把三藏十二步都把它收起来了 真是叫做藏经变成藏经了 藏起来了 不对的 年轻人不能这样 年轻人当然也要行啊 不能不修行啊 当然要修行 但是也要充足一部分时间研究教理 所以我 我一向不主张只是修一种法门就够 我不主张叫人不看经 我绝对不这样说 因为我是个书呆子 我如果一天不看书啊 我就难过 我就是生病啊 我爬在床上还是要看书的 那么因此之故 众生的根性千叉万别 别人我不知道 像我这种人 你叫我不看书只念阿弥陀佛 我念不来 老实说 没有办法念好 为什么 如果不看书的话 单念一句阿弥陀佛总是觉得不够的 假如你只是念佛而不懂教理啊 那他的阿弥陀佛两个顾也操生 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因此之故啊 有人往往会偏移一边 总是说念佛就好了 就念佛 其他通通不必 这样子 我们不敢说他不对了 但是不该这样说 年轻人还是要有节有行 简行并进 一方面研究教理 一方面修学佛法 有节有行 一节道行 领导力修行 这样子才对 不可以说是 我支持修行就够了 哎呦 这些麻烦 麻烦透了 一看就头痛了 何必那么麻烦 吃饭更麻烦的 你们想想你那一碗饭怎么来的 从这个农夫种田 下种子 一直到这个 培养到他成就 割道子收起来 还有 把他这个壳子去掉 成为白米 还有下锅煮 还有再加上菜料 你才能够吃得下去 你也不能单吃买饭了 你想想 我们三餐吃饭多麻烦 多麻烦 你可以不吃吗 太麻烦了 不要吃 说得了吗 你既然是个人 不能不吃饭 那么我们既然是修学佛法 应当是法门无量寺院学 并不是说 我在学什么法门呢 就把我的修持丢掉了 没有这个事情 学到哪里 那么就得到哪里的受用 那么帮助你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个节是很重要 有解无解 其实不能了生死 可是他对这个佛法的了解 种下善根 将来对他的了生死有帮助 假如有行无解的话 那就很危险了 一忙 引众忙 相迁入火坑 很危险 假如不懂教理 忙修瞎恋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你要专念一句 阿弥陀佛 你也得把这个进度三进 把它研究明白 你也要懂得阿弥陀佛在哪里 假如你这些道理都不懂的话 你的佛能念好吗 也不见到 必定要深信且愿 才能达成你要往生的目标 那么深信且愿 必定是从这个教理方面明白 才能体会得到 信念 信愿才会争切 假如你教理完全不懂 那只是嘴巴念念而已 心理在烦恼 或者是打妄想 不会去功用的 所以呀 我们修学佛法 必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到这 到这里为止 就几地讲完 后面好多都是民家 所以不说这些话 恐怕有人 都说哎呦太麻烦了 你说这些 我回家念佛好了 如果是老年人 他要念佛 我不敢阻止他 他还是老是念佛 年轻人 不可以不学 不学的话 那么这个 变成灭法之人 把这个佛法不继续传下去 将来就没有了 尤其这些比较麻烦的理论 如果你不学 将来就没有人学了 所以要大家要发心 到这里为止 是几地讲完的 这个体外之话 下面灭地 比较简单 一点点而已 可以简单说明 就是第三 灭地 三 灭地则 灭前苦疾 显偏真理 因灭会真 灭会真理 灭地只有这么几句话 四句容易明白 灭 什么叫做灭地呢 就是把前面的苦疾 把它去掉 灭前苦疾 是前面讲过的 苦地 极地 苦是国 极是因 把世间的因果的 这个苦疾去掉了 显出这个偏真之理 偏以真地之一边的空离 那就是偏真 那就是偏真 只空而已 不能显出这个妙游的道理 只是偏于真地一边的离 叫做偏真理 因灭会真 灭会真理 这说明这个灭地 灭的当体 不是涅槃 因为把这个苦疾 尤其这个烦恼种子 灭掉了 体会到真地之理 但是这个真地之理 不是指这个灭 因为灭 只是动词 只是动词 真地 是名词 你把这个烦恼灭掉了 真地就显现出来了 例如 这个烦恼好像空中的云 云才 真地里好像月亮 灭就是去掉这个云 去掉这个云才 把这个月亮下面的这个 盖住月亮的那个云 把它去掉叫做灭 把云去掉了 去掉云的那个功用 不是灭 不是真地 真地是指那个月亮 所以 因灭 会真 因为你修行 把这个苦疾灭掉了 烦恼种子去掉了 体会到真地里 见到月亮 好像见到月亮 灭灭真地 能灭烦恼 能去云的那种的功夫 不是月亮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能够把这个 因灭会真 灭灭真地的道理 就会明白 把这个月亮 比作真地里 把这个灭 去掉云的那个功夫 叫做灭 就是灭地 那么使他这个云才去掉了 剧除了 云必烦恼 烦恼灭掉了 去掉了 真地之理就显现出来了 好像云去掉了 月亮就现出来了 去掉云的那个功夫 不是月亮 所以叫做灭灰真地 到这里为止 就是把灭地也说完了 下面是第四道地 道地就流离好养了 后边道地是越这个三十七道平 越三十七道平的道理就很多了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啊 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杖 激守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处印 灭罪消灾罪吉祥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声众 共同领众 7月20星期四 8点半传授八观灾界 13点30分大悲惨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询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慈悲至业花莲分会 城镇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值班义工 半日班 环保主义工 香灯主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赔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主持人 Edn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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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